哈喽,大家好,我是金金小银 今天我们来做一款小小的 又很适合做边夹的很可爱的一个小蝴蝶结 它的做法特别的简单 只需要双面胶就可以搞定的一款小蝴蝶结 我尤其喜欢这款蝴蝶结中间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像中国结的感觉 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看看这个蝴蝶结到底有多简单 长的这条缎带是4乘以17厘米 短的这条缎带是4乘以9厘米 另外我们还需要准备QQ线 双面胶就可以把它搞定了 当然热绒胶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先用双面胶贴住缎带的一边 然后像这样把另外一边的缎带粘过来 像视频里面一样把它对折 这样稍微用点力气把它压出折痕 看视频里面重叠贴的部分朝上 然后这样反向握过来 折痕和折痕一定要对齐 这两条线要对齐 对齐以后稍微整理一下 它的两头蝴蝶结尖尖的这个部分 然后把它翻转过来 那这面就是它的正面了 我们就像正常捏蝴蝶结一样 给它捏出褶皱来 像这样用QQ线把它尝好 放到一边备用 拿出另外一条短带 像这样把它折一下 用热绒胶粘住 注意看另外一边 我们不要顺着它的方向折 一定要看清楚啊 我们要反着它的方向 这样折一下 再折一下 用热绒胶把它粘住 折完了以后 两边拉直 一定要拉直哦 把它拉平整 然后像我们正常打结一样 把它系一个结出来 这个结系好了以后 一定要使劲 使劲的拉它 把它使劲的往中间的集中 一定要用点力气 扯 使劲扯 使劲扯 扯 扯完了以后 还有很关键的一步 就是你把它放在这个 糊液截上面 其实它可能会略显大 你要把它左右 左边 右边 两边 实际捏一捏 把它捏出来一个弧度 看这样弧度捏出来了以后 用热绒胶轻轻的一点 把它粘在中间固定好 这样弄完了以后 下面就是我们的常规操作了 把后面粘上就可以了 好了好了 像这样特别简单又可爱的一款 蝴蝶结 戴在头上真的特别好看 我们已经试验过了 你学会了吗